我在地府开了个小商店 地府没有货源 我只能托梦给我阳间的男朋友 请他帮我烧点下来 一个月之后 我男朋友怒了 死了之后你在下面玩的挺嗨啊 这些玩意儿 活着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跟我试试呢 尊敬的王子公主请三连 小朵跟你们是真玩哦 证文现在开始 在我去世满一年的时候 我决定在阴间做点小生意 考察了许久 我发现地府里头居然没有情侣店铺 发现商机的我立刻拿出全部积蓄 盘了家店铺 只是地方有了 东西要从哪里搞 思来想去 我把主意打到了 我当年的冤种男朋友身上 用最后一点烧纸钱买通了梦观 晚上我变入了男朋友的梦 老公 老公 人家好想你 一年没见 陆渊似乎比以前成熟了不少 他身上穿的 还是当年我和他在一起时买的睡衣 似乎很久没修剪的发丝 柔顺地趴在头顶 身材比以前瘦了很多 只有那副军帅的死人脸不改当年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眼里带着冷漠 我心里一紧 狗男人该会是忘我吧 就在我想做点什么 唤起他那点可怜记忆的时候 陆渊才终于开口嗡了声 算是回答 我松了口气 能记得我就是好事 我钱少 梦观只给了我五分钟的入梦时间 来不及续就联络感情 我只能硬着头皮往陆渊身上贴 老公 没有你的日子好寂寞 如果你能帮帮我就好了 哦 怎么帮 特简单 就给我寄点什么DIY工具就行了 时间有限 我一股脑把事先想好的进货清单 一股脑全爆了出来 下秒 我发现陆渊的耳根 肉眼可见的变红了 他好像还想说什么 但我根本来不及听 梦观就终止了我的梦境 回去之后我这颗心七上八下的 其实对于陆渊是不是会给我烧东西这件事 我一点底都没有 死了一年 这货连一张纸钱都没给我烧过 但除了他我也找不到别人 我总不能让我年迈的老父亲和老母亲 给我烧这玩意儿吧 在通货驿站交集等待了大概三四天的时间 就在我以为这次失败的时候 我终于收到了杨奸记给我的包裹 看着上头龙飞凤舞的写了个冤字 我大喜 拆他一瞧 我在梦里头列的清单 一个不差全在里头 苍天 陆渊这次终于做了婚人事了 陆渊给我寄的东西 在地府可当真算的上师 蝎子拉屎 独一份 毕竟谁会好意思让家里人给烧这个不是 店铺开张 立刻引来了无数死鬼追捧 很快 所有的商品抢购一空 阴间的鬼 要想入人间的梦境不便宜 但是我依旧秉持着 舍不得孩子 套不到狼的豪气 带着我最近的全部劳动所得 熊啾啾走到梦境管理处 将冥币全部拍到了梦关脸上 这次 来一个小时的 陆渊睡眠时间少 我跟着梦关 打好几个小时的牌之后 才终于等到这人睡着了 我看了眼墙上的表 凌晨三点 你睡得也太晚了吧 陆渊好像还在公司 身上穿的衬衫微皱 苍白的脸颊微红 好像才应酬回来 人就窝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我走过去秀了秀 还喝酒了 对方先是愣愣地看了我几秒 确定了我是谁之后 才慢慢收回视线 又是一声恩 反正时间充裕 我索性盘腿坐下 你可得保重身体啊 年纪轻轻就熬夜续酒的 你知道我在那边等了多久 才终于等到你睡着的吗 害得我多数给了梦关一百明币 陆渊冷笑 你还在乎我的死活啊 一年过去了 也没见你过来看过我 我当然在乎 这不是 这不是以前没机会 现在我不就来了吗 我脸上陪笑 心里琢磨 万一陆渊要是真死了 可就没人给我供货了 我挠了挠头 打算签诱正题 那个上次你给我烧的东西 我收到了 陆渊抬眸 等待着我后面的话 我咽了咽口水 咱就是说 能能再给我烧点吗 文言陆渊笑了 笑得藏在最里面 那颗小虎牙都露出来了 陈娘安 你是不是在下面背着我有狗了 我头摇得跟个波浪鼓似的 绝对没有 我就是自己玩 你这么爱玩 怎么活着的时候 没想到跟我试试呢 没想到跟我试试呢 我面红耳赤的逃离梦境 回来的时候 梦官正撬着二郎腿玩的螺丝方块 那款儿童游戏机 还是去年他家儿子烧给他的 成天带着 宝贝着呢 见我出来 他把游戏机装兜里 还剩二十分钟呢 咋提前出来了 我又想到陆渊的话 拍了拍压根就没有知觉的脸 二十分钟先存着吧 等下回用 说完我也不等梦官回话 一溜烟跑了 这次算是谈判失败了 我没能糊弄陆渊给我烧东西 死鬼客人们 整天到我店里催货 整得我焦头烂额 就在我想再找点什么渠道的时候 通货驿站那边联系我 说有我的羊间包裹 箱子上面的渊闪着金光 心间微动 打他一看 里头满满当当的 全是我要的东西 种类甚至比上次还丰富 还有很多我连见都没见过的品种 陆渊是什么财神爷 我迫不及待的 把他们全都拿出来 打算摆上斩架 就瞧见最下面压了一张卡片 是陆渊用黑笔 写完烧过来的 自己求尽有力 下次再跟我要东西 就把使用体验写成报告念给我听 每件商品不低于800字 用户体验报告 还不低于800字 我盘点了一下陆渊 给我寄过来的商品个数 基本上是一篇长篇小说的体量 以前我咋不知道 陆渊还有这批号 坦白说 这些东西我一个都没用过 但任何情况都不能阻挡 我想搞钱的决心 我当即在店内 发起了用户使用评价活动 凡是反馈超过800字的 都会给一张本店的优惠券 在我的机智营销之下 不出一周 我不仅卖光了商品 还收获了词典那么厚的测评报告 我昂首挺胸 刚到梦境管理处 不等我说 梦官率先问道 又要入梦 嗯哼 梦官皱眉 没哪个死人 天天花这么多名币去活人梦里的 连乔布斯来地下之后 都没像你试得这么得瑟 我嬉皮笑脸 我这不是照顾你生意吗 那我还真是谢谢你 梦官把入梦的大门打开 原本我以为又要等很长时间 没想到这次却异常顺利 进入虚幻之后 我看了眼时钟上的表 下午七点整 你怎么睡这么早啊 再一瞧 陆渊身上穿了件鼻挺的白色衬衫 下面是一条休闲长裤 发型应该是精心打理过 还喷了喷雾定型 右手的手腕 带着过去我送给他的手表 表带已经摸得有些泛白 但丝毫不影响他身上的贵族气质 谁睡觉会穿成这样 也太骚包了吧 我胡疑 你该不会早就知道 我今天回来 可以等着我吧 结果换来的是陆渊一声冷笑 给 算我自作多情了还不成 陆渊坐在转椅上 就跟教父似的 修长的时候 有一搭没一搭敲着扶手 又找我要东西 让你做的作业 做完了吗 还作业 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忍住翻白眼的冲动 我从包里 掏出征集的用户体验 双手奉上 您要求的用户体验感受 小的已经都写好了 请您审阅 陆渊接过去翻了翻 突然抬头 这都是你自己用完了之后写的 文言我心中一紧 来之前内容我都看过一遍了 所有涉及到名字的 我都删掉了 莫非还有漏网之余 我一边硬着试 一边不放心地探头过去 也想要瞅瞅 陆渊翻开其中的一页 你自己念念 我眨了眨眼 按照他指的地方念到 用户体验极佳 全程都想和男神做羞羞的事 真硬了那句 牡当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还算是情真意切 有理有结 我不止下问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陆渊挑眉 谁是你男神 卧槽 居然在这等着我呢 您听我解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这我没法解释 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回了句 你你是我男神 文言 陆渊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好了 连万年没有弧度的嘴角 都轻轻扬了起来 眉眼间透着几分满意 算你表现不错 想要什么告诉我吧 这还是我认识陆渊以来 头一遭发现 这人居然这么帅 我实在没忍住冲过去 抱着陆渊 摸我的亲了一口 老公万岁 陆渊显然愣住了片刻 像是不可思议的 伸手触了出我的脸 盯着我的瞳孔微微放大 我知道他想问什么 开口说了句 这是梦呀 梦境是虚幻的 却也是这阴阳两界中 唯一真实的存在 我说完 我发现陆渊的眼眶红了 两久 才收回放在我脸上的手 钟声响起 又到了分别时间 我说 陆渊 你多给我烧点东西吧 陆渊没回我 但我知道 他会的 有了陆渊的帮助 我的生意如火如荼 按照这个吸金速度 不出意外再干几个月 我就能冲进东南片区 富贵榜Top100 可惜我没攒钱 所有赚的钱 我都用来和陆渊见面了 你这样的又截至可不行啊 我灰金如土的模样 终于连梦关都看不下去了 提醒我 你已经死了 人鬼殊途 你老进去跟着大伙人 谈恋爱算怎么回事 谁谁谁谈恋爱了 我就是去进货的 我昂着头不承认 我这是为了生意 能可持续发展 纯属前期的战略投资 哼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梦关没好气 跟你说了也白说 滚滚滚赶紧滚进去 梦境只打开 陆渊已经在等着我了 我自然地跑过去 揽住了陆渊的腰 将脸埋在他胸口的位置 甜腻腻地喊了声 老公 陆渊咧了咧嘴角 想伸手抱我 但又没力气地收了回去 我没意识到陆渊的异常 有点兴奋 这次我们有两个小时的 见面时间 开不开心 嗯 我靠在陆渊的身上 唠唠叨叨 你知道我前些天 在地府看见谁了吗 老张 就咱们那个高中班长 听说是癌症走的 你说年纪轻轻的 去年才刚结婚吧 我话音刚落 就感觉陆渊身子僵了僵 不打反问 如果我现在死了 是不是也能遇见你 我反应了几秒 才意识到陆渊在说什么 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 陆渊 你不能死 你得好好给我活着 为什么 陆渊歪了歪头 四十不解 你当年就可以走得那么轻松 为什么我不行 那不是情况不一样吗 我是救人死的 也算是上新闻的英雄好吗 你这算什么 再说了 我爸妈还有我解雇着 我光棍一条 没什么牵挂 你爸妈就你这一个儿子 将来年纪大了 全指着你呢 光棍一条 陆渊看向我 陈念安 你获出命救人的时候 想过我吗 有时候我根本就是在怀疑 你究竟有没有爱过我 陆渊眼底泛着水光 深吸了几口气 才平复住情绪 不是这样的 我摇头想解释 但还没说出口 梦境开始撕裂 我被迫弹了出去 怎么回事 梦关也一脸奇怪 不应该呀 难道是系统出问题了 我们诱试了几次 都没能成功 什么烂系统 我给了那么多名币 就不能换台好机器吗 这天我没能等到 梦境之门打开 只能回去 然而隔天我居然 还是没办法 进入陆渊的梦境 还没修好吗 根本就没坏 梦关皱眉 检修之后压根就没问题 那我为什么不行 梦关猜测 可能是他一直醒着 不可能 陆渊才不会让我等这么久 他知道我会入梦 每次都是随去随见的 我说完 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 随去随见 人类怎么会一直保持 睡眠状态 让我能随时看见 显然 梦关也意识到了不对 我抓着梦关的胳膊 梦关 如果人突然昏迷了 我是不是也会对挤出梦境 昏迷就完全没有了意识 梦境大门也是关闭的 梦关劝我 别胡思乱想 他又不去心眼 谁会让自己长期保持 昏睡就等着见你啊 肯定是这几天工作忙 一会就能见到了 可是我等了好久 到底怎么了 我没有了经济来源 又回到了最初刚来地府的状态 如今我只有上次和路员 联系剩余的那几十分钟可以使用 为了能早点见到这人 我就蹲在梦关旁边等着 他在那边玩俄罗斯方块 我就在这边问他 你儿子多大呀 梦关想了想 我是在他七岁那年走的 算起来 今年应该也有十四岁了吧 你都死了七年 儿子还能给你烧油戏机 还挺孝顺 我儿子打小就跟我亲 提到儿子 梦关咧嘴傻乐 这是我生前给他买过的最后一个玩具 估计是跟我闹别扭 气我死了之后一直没去见过他呢 没有民币 就入不了梦 我有点好奇 你家里人没给你烧纸钱 没有 估计恨我吧 梦关粗利的手指摩擦着游戏机的边缘 四方的脸上愁云密布 像是在回忆 我属于开车猝死 挺突然的 就下班回家的路上 留下老婆孩子 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的 恨我应该的 说着他的口气 不瞒你说 我当鬼差 就是想攒点钱 能看看他们娘俩 顺便也积攒因德 看能能照付到我老婆儿子 鬼差算是地府公职 工资胎的不多 但功德却是成倍的积攒 还真是美之鬼 有美之鬼的心事 像梦关这种五大三粗的汉子 心思居然还挺细腻 说起儿子 梦关的嘴就咸不住 我儿子随我媳妇 长得俊 我狐疑的看了眼面前的国字脸 显然不相信 梦关就知道我的疑问 从兜里掏出来的张照片 给你看 我凑过脸 一看就呆住了 照片上是个笑叶如花的女人 抱着个小朋友 孩子年纪不大 大概就六七岁的样子 笑起来嘴巴中间还缺了颗牙 只是 看上去为啥这么眼熟 急促的刹车声 大声的叫喊声在耳边回荡 我护住孩子肉体和灵魂分离的痛感 似乎再次清晰 如今身体的疼痛早就不见了 但还是下意识地抽搐了一下 梦关使劲拍我一下 寻思啥呢 问你帅不帅呢 我回神N了一声 把照片还回去 帅 梦关不满 敷眼 突然沉寂许久 陆渊梦境之门打开 我眼睛一亮 梦关 我是不是可以进去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我感染的 梦关好像有点激动 赶紧的吧 还有四十分钟 抓紧时间 我冲进去 陆渊 入怒却是病奄奄的身影 他没有睁眼 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 四周全是消毒水的味道 短短几日 陆渊瘦了一大圈 没有刻意装扮过的脸色苍白 整个人带着没有生机的虚弱 我凑近了才能听清 他说 答应你的东西 没能给你烧过去 耽误你用了吧 都什么时候了 还讲这些没边际的话 我被他搞得悲伤情绪消散了大半 你怎么搞成这样 陆渊摇头不回答 只是盯着我瞧 这次时间有限 我根本和他说不了几句话 我得走了 我低头清了清陆渊的唇 安心养病 照顾好自己 别让我死了都放心不下 确认了陆渊平安 我心情也舒坦了不少 过了些时日 陆渊寄过来的包裹到了 小店重新开站 我的鬼声也紧跟着不如正轨 然而这天就在我打算关门 打算重复过去的生活习惯 去见陆渊的时候 一抹熟悉的人却出现了 来人竟是我那日 跟陆渊提过的高中班长 老张 老张到地府应该没几天 但脸上丝毫没有刚去世的悲伤 春光满面的 站在他旁边 跟他手挽住手的 是的 妙龄女鬼 老张的老婆我认识 之前跟我关系还不错 显然旁边这位压根不是那位 刚死多久 居然才下来 就又谈了一个 老张瞧见我 根本没避讳 主动走过来打招呼 这家店你开的 我刚下来就有所耳闻 要是渊哥知道 你在这边还不错 怕是也能放心了 不提陆渊还好 一提陆渊我就想起来他老婆了 忍不住嘲讽 是啊 嫂子要是知道 你在下面这么逍遥 怕是也能放心了吧 结果就跟没听懂我的话 老张还煞有歧视地点了点头 多攒到钱了 会托梦告诉他的 这人能不能要点脸 老张进来一边溜达 一边逮不逮 你跟陆渊一起认识十几年了吧 你走了之后 他也跟着废了 整天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 上个月 我胃癌在医院治疗时候 还遇见陆渊了 原本我不想搭理这个渣男 结果听到这句话 我终于有了反应 你说在医院遇见老张了 他怎么会去医院 吞噬安眠药过量 被拉去洗胃了 我歇口凉气 老张深深看了我一眼 等你赚到钱的时候 也去梦关那边托个梦给他 让他好好活着 别惦记你了吧 死了就死了 活的人还是得好好活着不是 说完 老张跟着那女鬼就走了 而我 还站在原地 反复想着老张的话 有很多没注意到的东西 到现在终于有了答案 为什么最开始凌晨三点 只能靠酒精勉强入眠的人 现在可以做到 让我什么时候去梦境管理处 都能见到他 为什么最初满脸狼狈 穿着我给他买的睡衣 不肯换的人 现在每次跟我见面 都西装笔挺的 像是要跟谁相亲似的 亏我还吐槽他臭美 睡觉都不忘打扮 原来是为了见我 陆渊 这个傻子 我原本是打算找梦关 跟陆渊见面的 但老张的话阻止了我 梦关说 人鬼殊途 老张说 死了就是死了 我这样一直缠着陆渊 是不是对他而言 只是延长了他难过的周期 那天之后 我便控制自己 不再和陆渊见面了 没了方向的 我也不再努力 整天待在棺材里躺尸 期间 梦关来找过我一次 见我这模样皱了皱眉 这么久没来 还以为你投胎去了 如今见你还死着 我也就放心了 然后 看我浑身为你的样子 忍不住多问了句 咋的 破产了 语气里 我总感觉听到了 几分幸灾乐祸 我在地府也没个朋友 一下来就轰轰烈烈搞钱 这梦关道 还真称得上 是我为数不多能说上话的 我实在憋不住 我好像不得不要分手了 梦关面色一紧 跟供应商闹掰了 那你之前花那些钱 不白瞎了吗 这是还记得我开始说的话呢 我哭笑不得 是才说到 他是我男朋友 我一股脑 把所有的事都跟他说了 你说的对 我就是想见他 一直不能接受去世的人 其实是我 梦关 你说是不是我错了 反正你也不缺民币 能见就见呗 你就是这么一直见到他老 又能如何 但你不是说人鬼殊途 都是虚幻 那都是说给穷鬼听的 梦关想了想 我在地府当差这么多年 我还真没见到你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早晚要投胎 像你这样死了还不安生 要奋斗做生意的 少 说完喃喃 我要是能赚这么多民币 也想天天在梦里头见老婆儿子 哪怕是假的也好啊 你不怕影响他们的人生 让他们越陷越深 如果你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呢 梦关的话 把我从混沌里拽了出来 对啊 反正我能赚到民币 我正规渠道见我男人怎么了 但是 路远会原因一直见我吗 如果他还是一直 继续吃安眠药怎么办 就在我瞻前过后 下不了决心的时候 我收到了路远内寄过来的包裹 里面 有一封捎过来的手写信 这无期 今天是你去世两周年忌日 我还是没能等到你入梦 你刚走的那段时间 我恨过你 恨你为什么那么决绝 但我更恨的是我自己 没能保护得了你 第一次你进入梦里 我以为只是虚幻 你怎么会主动开口 跟我要那些玩意儿 但我还是在网上 把你说的东西 一股脑都烧给了你 没想到过了几日 你便又来了 我心中欣喜 还算你这个小变态 有点良心 能循着这么一条路 和我见面 突然间 人生好像又有了期待 但最近的你 消失了 我只求你 求你偶尔回来看我一眼 可以吗 永远爱你 陆渊 末尾 有一段后家的趣事 今日给你订过 这些东西的时候 店铺的老板私信了我 问我是不是同仿 要不要合作 聊了许久 还当真把成交额 往下压低了两成 我这辈子还真没想过 有朝一日 还能做起这档子生意 看到这儿 泪水都被憋了回去 没忍住笑了出来 陆渊上学的时候是学霸 闭了夜之后是精英 正气斐然若不是我 还当真不会买这些玩意儿 反复把信看了两遍 才小心翼翼地折起来 收好放进口袋 呼了口气 悬荡的心沉下来了 隔天我就找了孟官 孟官收了名帝问我 这是想通了 多亏了你的点拨 说着我从包里 掏出了个新款工具 递给他 送你的 看见那玩意儿 孟官原本就黑青的脸 更青了 我个大男人 你给我这么个东西干啥 而不恶心 拿走赶紧拿走 干嘛呀 是我们镇店之宝好不好 我皱眉 按开按钮 手里的东西 开始左右扭动 趁其不备 我把那玩意儿 往他肩膀上一戳 他哀又叫了一声 我咧嘴 筋膜枪 怎么样 是不是一曲同工之妙 孟官扭了扭脖子 你这可以呀 那必须的 我眨眨眼 好用再找我买 给你打折 孟官脸一黑 挥挥挥袥袖子 滚滚滚 赶紧滚去找你男人 看见你就烦 许久没见 我站在路人 几步之远的地方 还有点胆气 我怕他质问我 为什么这么久没来 磨磨蹭蹭 不敢向前 还不过来 路渊伸开双臂 就跟得到 是令我像个小炮杖 猛的扑进路渊怀里 对不起 他亲吻我的头顶 叹了口气 还能来就好 别人谈恋爱费钱 我谈恋爱费民币 我还得让路渊 大量给我供货 以维持我高额的恋爱开销 我花钱给你买东西 你赚了钱也不分给我 你这是零成本买卖啊 路渊终于反应过来不对劲 眯着眼看我 那我 那我不是还定你见我的机会吗 我跟个水蛇似的 缠在他身上陪笑 我还是觉得自己亏了 买的东西不少 一件没用上 光往里头搭钱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实在不知道 我一个死人能干什么 路渊看着我 以后报告不用交了 直接带着我 寄你的工具来找我吧 我愣住 这是啥意思 路渊低头 用近似蛊惑的声音低声说 微生纪念人间乐 只有湘王一梦中 最近我的心情不错 梦官心情也不错 我来找路渊的时候 居然看到这个老男人 在整理发型 你该不会是在地府 找到第二春了吧 屁话 梦官瞪了我一眼 我爱妻如命好吗 呵呵 不等我问 梦官便凑过来 神秘兮兮的跟我说 我钱攒够了 下周二准备去见儿子了 死了这么多年 梦官终于能见到自己儿子 怪不得高兴 为什么是下周二 良辰即日找徐大师算的 徐大师是我们地府里 摆摊的算命先生 生前也是个算命先生 据说是黑天走路没注意 要和李淹死的 我不信那一套 只说了个恭喜 就入梦找了路渊 只是心里一直惦记着 梦官下周要去见儿子 我有点心不在焉 想什么 路渊见我神情有些不对 开口询问 你还记得我救的孩子吗 提到这个 路渊脸沉了沉 但还是嗡了声 记得 他好像 是我死鬼朋友的儿子 我是被车撞死的 为了救一个孩子 那天我原本约了路渊看电影 在公司门口等他接我的时候 看见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站在路口等红绿灯 突然有一辆车偏转方向 朝着他急驰而来 孩子盯着车 整个人愣住 而我当时想也没想 扑过去就把孩子挡在了身下 英勇救人 一不小心自己隔屁了 老公 撞人的肇事司机找到了吗 见路渊点头 我抿了抿唇开口 我朋友给我看了他妻子的照片 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那个人 好像 就是他爱人 什么 原本我也不能确定 但是那天梦官给我看的照片 才隐隐让我有了些印象 现在细想更是疑点重重 为什么那辆车会突然偏离行驶轨道 朝着南海开去 又为什么那个男孩没有跑 死死的盯着车内瞧 老公 可以帮我个忙吗 我看向路渊 帮我去了解一下这男孩的情况 还有 他妈妈的情况 话落下 路渊笑了 陈小姐 你不觉得我提供的人间服务太多了吗 管你就算了 还得管你的死鬼朋友 顿了顿 最重要的是 你的那位朋友是害你去世的家人 他们一家内部发生了什么会事 我压根就不想知道 帮帮忙吗 梦官是个好鬼 努力攒了这么多年的民币 我不希望他就换得这么个结果 如果这些事是真的 那梦官不如不入梦 见这人还是面色不渝 我贴上去 你不是给我寄了新品 要不我们今天试试 市重金外加献上自己之后 我终于从梦境里头出来了 看着坐在那边翘着二郎腿 哼着小曲打游戏的大方脸 气不打一出来 我为你真是付出了太多 梦官莫名其妙 咋的 又跟你们家供应商贸矛盾了 被人脸颊发烫的画面再次涌现 我咬了咬牙 懒得理你 狗男人 几天之后 我收到了陆渊烧过来的后续 坐在副驾的 确实是男孩的母亲 刘慧 而赵氏司机 是这个女人的现任丈夫 张艺 张艺这个人是个彻底的烂人 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时不时还会对刘慧全打脚踢 梦官的儿子 也是个十几岁的小少年 见母亲挨打也经常会帮忙反抗 换来的是变本加厉 最后 张艺居然起了杀心 他给梦官的儿子买了巨额保险 想要杀掉他骗保 最初刘慧是不同意的 但是后来架不住张艺的哄骗 称只要有了这笔钱 他们就可以去另一个城市 重新开始生活 还扬言自己一定会改过自新 于是 刘慧答应了 事情进展的还算顺利 他们把小孩骗去了郊外 但唯一的变故 就是我的出现 两人的口供交代的非常详实 连我这个局外人看了之后 都浑身颤抖 虎毒还不食子 这个刘慧也是个心狠的人 不过还好两个人都绳之以法 就是可怜了孩子 如今被暂时寄养在了收容中心 我不敢想象 一直疼爱自己妻儿的梦观 如果知道在自己死后 居然发生了这种事 该多难过 我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想阻止他进入儿子的梦境 梦观 我跑到梦境管理处 结果四处都没有梦观的身影 他看儿子去了 帮忙顶班的鬼插扇的扇子 见我过来找人跟我说 还把游戏机带过去了 要跟儿子来一场俄罗斯方块大战 这哪是俄罗斯方块大战啊 这简直就是俄乌大战 我就在外面等着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入梦口打开了 梦观 我走过去 你 你还好吧 梦观表情倒是挺冷静 四方的脸更方了 看着我勉强的抽了抽嘴角 念安 谢谢你啊 心意沉 他还是知道了 你说梦观知道 这件事之后怎么没啥反应呢 梦境里 我脱塞坐在路人对面 面露不解 你想要什么反应 痛哭 怒骂 啥都行 反正不应该是现在这样 每天还是按部就班的当差 就跟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路人不走心的说了句 大概是觉得 自己已经死了 不太好管那么多人间是吧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你是不是想说你们活人的事 我们死人少管 路人皱眉 胡言乱语 我凑过去有点好奇 路人 你爸妈就没说 乱再找一个对象 大概是我思维跳跃太快 路人停了几秒 才瞥我了一眼 再找一个 我可没这么多钱 给他烧东西 点我呢 这又是在点我呢 我正想发火 结果路人开始咳嗽 我皱眉 你怎么了 没事 有点感冒 不是很久了吗 是吧 不记得了 我发现 路人的体质 肉眼可见的变差了 以前一口气泡 1500米不费劲的人 现在开始动不动就感冒了 那天我还在路人房间里 发现了要瓶子 我问他是什么 他骗我维生素 然而过了几天我在入梦 却发现瓶子已经没有了 人与鬼之间最大的障碍就是 当他刻意隐瞒 我便完全无从知晓 我原本想问路人的身体 和我平凡入梦 到底有没有关联 结果还没知道结果 我的店就出事了 地府商贩整治 店铺以商风败俗为名义 被查封了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我就等着靠这个电影夜额 创收见男人 这下可好 连窝都给我端了 这下怎么办 我心急如焚 也只能来找梦官想办法 查封的太突然了 我约好了要跟路人见面 要是不打招呼就失约 这不无意识让路人 再接受我死一次吗 让你们平时见面截止点 多留点民币作为存款 你就是不听 梦官摇头 我下个月开了工钱之后 存款支撑得了五分钟梦境 到时候你先拿去用吧 当真 我感激不尽 又从仓库里拿出了几个工具 这些都送给你 梦官脸一黑 自己留着用吧 我知道我这次没有主动放弃 但是过了几日 梦官给我来了消息 我恐怕不能帮你了 为什么 梦官咬了咬牙 张义 保外就医被放出来了 现在扬言要杀掉我儿子 张义对保外就医的消息 我不知道梦官是怎么知道的 我提醒梦官 你已经死了 你还能做得了什么 难不成真想靠那五分钟 干预人间的事物 你也死了 你为什么还是执意要和爱人见面 我明白梦官话里的意思 梦官打算入梦了 你去见你儿子吗 梦官没回答我 反而说道 念安你知道当鬼差是可以集英德的吧 我点头 昨日我去英德管理中心 查看了自己的百年德行 全都提出来做了交易 在地府之内 英德便是每只鬼的修行 够了一定的标准 才有资格投胎转世 而功德多寡 则决定了下辈子的出身地位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买卖 地府内有不少专做英德交易 卖的英德越多 换取的愿望分量也就越重 这些做英德生意的鬼都有着千年道行 本领是有的 然而因为欲望卖掉英德的鬼 却轻则投生触道 重则不得超生 让这个孟官 居然一口气卖了百年英德 这是疯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就为了那个张义 不值得的 你要真有什么想法 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还有陆渊 他还活着 我能让他照顾你儿子 孟官摇头笑了笑 从兜里掏出了个游戏基地给我 帮我拿着 然后走入了梦境大门 亲自关闭了梦境通道 我焦急的等在外面 想等他出来再劝劝这鬼 然而约定的五分钟过去了 他没出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 他还是没出来 这个人的冥币 怎么会支撑这么长时间的梦境 我意识到了不对劲 跑过去疯狂喊人 然而无人回应 很快 一群穿着制服的鬼差来了 他们打开了梦境大门 为首的鬼差掏出了一个布袋 就跟法海收妖似的 朝里面一笔划 立刻就有什么东西 被吸了进去 我只能看见 袋子里红光闪烁 动静拖大 这 这是怎么了 我逮住了一个鬼差 小声打探 那鬼差面无表情 前任梦官网勇 牵手自盗 如今变成了立鬼 在梦里缠杀了普通人 现捉拿审判 立鬼缠杀了普通人 捏着游戏机的手疯狂颤抖 我怎么都没想到 梦官此番入梦 入的竟然是张艺的梦 目的居然是要杀了他 这可是灰飞烟灭的罪名啊 鬼差已经都走干净了 入梦管理处空无一鬼 我站在那个地方 久久不能回神 梦官卖了自己的百年应得 显然根本就早就预料到了结局 只是他为什么 没有用这百年应得 换成借张艺 那他到底换了什么愿望 我正想的出神 突然有人从后面叫我 你就是陈娘安吧 我回头 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男人 站在我后面 瘦得只剩宽大的衣服 帽子遮住了脑袋 根本看不出他的容貌 我是 有人用应得帮你许了愿望 跟我过来吧 天空是一望无际的蓝 大片大片的云点缀在上面 太阳晒在脸上 让人睁不开眼 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腰酸背痛的真实感 让我险些热泪盈眶 我忍不住感慨 那个做应得交易的死鬼 手劲这也太大了吧 凭着当人时候的记忆 走到了陆渊家 开门的却是个陌生人 他告诉我 半年前屋主就把房子卖了 卖了 嗯 卖得挺着急的 好像是急用钱 急用钱 陆渊很缺钱吗 可是他在梦里 完全没和我提过这件事 恍惚地走出来 我才发现自己没有去处 我如今没有手机 也没有陆渊的联系方式 甚至他把住处都换了 在人间找个人 他从后面喊我 我扭头 一个十几岁的小少年 站在我身后 小少年个头跟我差不多高 看上去甚是眼熟 我眯着眼看了很久 才吸了口气 你是 那小孩 梦官的儿子 我居然在这里遇到了 梦官的儿子 他没有我这么惊讶 眨了眨眼 你是要找陆渊哥哥吗 你认识他 小少年点头 我现在跟他住在一起 他让我来接你 我瞪圆了眼 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我带着疑惑 跟着他往前走 跟着他七拐八拐进了个小胡同 最后在一栋充满年代感的桶子楼停下 你们住在这 对方点头往上走 一直到了顶楼 才掏出钥匙 刚想开门 破门就从里面被人先行打开了 然后 我就看到了一抹 阴挺却略显消瘦的身影 他的脸上带着熟悉的笑意 眼泪就这么砸下来了 小孩很有眼力地钻进了房间 只剩下了我跟陆渊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陆渊牵住我的手 绕过空荡荡的客厅 带我走进了主卧 这里是我在梦境中看过的房间 里面的装潢和外面减落的毛坯完全不搭 和当初我们房子的主卧可以说一模一样 怪不得我一直没发现异样 什么时候卖的房子 陆渊咳了几声 顺得顺气才开口 半年前 是为了给我烧东西 陆渊只是看着我 没说话 但我知道自己说对了 我光顾着在下面攒钱了 完全没考虑到大批量的商品 成本都需要陆渊一个人承担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死死搂住陆渊的腰 这个动作是我曾经在梦境中做过无数次的 可唯独这次 我感受到了温度 人类的温度 陆渊用同样的力度会抱住我 就像之前在梦里一样 他低头亲吻我的额头 缓缓说出了四个字 欢迎回家 梦关用百年音德 换了我重返人间的机会 不过这些都是我们阴间的事 陆渊是怎么知道的 还有梦关的孩子 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 激动过后 我终于忍不住盘问 梦关入了我的梦 你说什么 梦关入了我的梦 五分钟的时间 请托我照顾他的孩子 还有 你 所以他最后的五分钟 其实是给了你 我以为梦关是用那五分钟 去了张艺的梦境 没想到他还是借给我了我 只不过是代替我 见了陆渊 我想着梦关那张 四四方方的脸 眼眶有些湿润 原本我还想 什么叫坚守自盗 原来那张艺的梦 他压根就是硬闯进去的 厉鬼 他呀 只是个傻鬼罢了 后来 梦关的儿子问我 有没有在下面 看见过他的父亲 我没告诉他 梦关已经灰飞烟灭了 我只说 他在下面变成了英雄 会永远逼有的子孙后代 这个是你父亲让我给你的 我把那个梦关一直玩的游戏机 递给孩子 以后别烧了 下面 没人能收到了 番外 陆渊的身子 在我去世的那两年 被拖垮了 我怀扬之后照顾了一年 才慢慢把他重新养胖了些 不过期间我也发现 陆渊好像并没有 我想象的那么潦倒 你说你打算买什么 婚房 你疯了吗 我皱眉 我们哪有钱买婚房 陆渊身体原因 已经许久没工作了 梦关的儿子也要继续上学 将来甚至我们 还要有自己的宝宝 现在买房 他怕是要卖肾了 一年前 我卖房子的时候 拿出了一部分资产 顺便做了投资 什么投资 你还记得我之前 顶你的信里说 我一直在某家网店 订购商品烧给你 加了对方老板的联系方式吗 我点头 后来他们家经营困难 我顺便入了个股 接盘了那家企业 当时想着你需求量大 我能拿货便宜 我张嘴愣是说不出话来 后来呢 后来我按照你 给我的用户调研反馈 进行了商品改良和调整 顺便修改了营销模式 现在那家企业起死回生 盈利了 我憋了半天说了句 那可真是 太好了 所以为了咱们家以后 能继续创收 你的工作不能停 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什么工作 他把纯附在我的耳边 测评工作呀 老婆大人 我想到笔词点 还后的测评报告 现在重新死回去 请问还来得及吗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